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Manso 今天會為大家講的是 S1 5th Classroom Exercise 6D 2D Presentation Drawing Isometric Grade Part 5 好, 看看題目 第五條 我想這個長方形會容易畫一點 就是6乘2 我就在這裡數 1, 2, 3, 4, 5, 6, 2, OK 畫了第一條6的線, 接著就畫一條2線 很快就畫了6乘2 好, 接著就在這裡 我們在這一點可以偶條5出去 然後就圓垂再上 我們說了很多次, 斜線就不會想怎樣畫 畫好圓垂和水平線之後 減完就是斜線 但留意在這裡 在這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畫一條6的線 亦都是, 最後那條斜面怎樣算呢 就是亂和最後那條線 那就畫完了 那就畫了一個 梯形柱體 OK, 下一步做什麼? 下一步當然是油顏色 油顏色當然要畫那些尺寸 那就畫大功告成 整份功課的11個影片都拍完了 多謝大家, 拜拜